中文字幕——YK 到最后你会发现 真理是说你是无我 你没有东西享受它 这才是痛苦 你找不到一个心来享受这些东西 因为你的心 你总觉得你的心不知道在哪 你找不到心 没有东西享受 但是这些东西是你费了九牛二户来得到的 这就像你偏偏偏偏偏偏去工作 买了一栋豪华的豪宅 但最后里边没人住 没有人能够享受到这个豪宅 你住不进去 因为你的心安不在名利情侣里边 无法安住在每一个名利情侣里边 不管你多有钱多有事 你安住不在钱里边 你能安住在钱堆里边 你住在钱堆里边 你心很开心 如果这个人一生 把他放在钱堆里边 他就能开心的话 我说这个人也是奇才 一个人放在任何一个 即使生死不育的爱情里边 让他去一生不烦恼也是奇才 一个人让他当了总统 他能不烦恼也是奇才 越聪明的人 越有智慧的人 在这里边他更难安住 这不是说他要不要安住的问题 是他真理就决定了他不能 他无我 每个人都无我 反正就是因为你抓不住一个我 你要有个东西在享受你就OK了 因为没有东西在享受 这才是问题 生命没有意义 知道吗 如果我们不能够知道这个真理 就是说不能够成佛 生命最终 生生世世 毫无疑 生生世世 就是个梦境 就是幻境 你在幻境里 怎么可能有意义 在幻境里 你只是不断地 不断地去追逐 但最后你会发现 你追逐到的东西 没有人去享受 其实真正到最后 也没有人在里边受苦 所以没有人上天堂 没有人下地狱 到最后你能享受的 就是眼前的一杯茶 看清楚了 我们这一辈子能享受的 就是当下这一杯茶 你享受不了未来 享受不了过去 你若这一刻不能知道 你活在这一刻 你今生你永远不知道 活在什么地方 你一生就会浪费掉 你的生命又白活了 这一辈子又白活了 所以这一杯茶 一定喝得要有脂有味 每一刻 因为你只能喝这一杯茶 你只能享受这一刻 没有其他的东西 我们很可能 在这个世界 如果你不能明白真理 很可以 你甚至都喝不出 这一杯水的意义 喝不出这一杯水的滋味 如果你明白了真理 游戏必尽空 在这个世界上 你可以玩得很开心 非常美 这个世界 有很美很美的东西 但是它只是就像浮光烈焰 就是美丽的东西 你可以去享受这个世界的美一点 每一点 即使一粒微茶 它都会在宇宙中翘悟 但是你必须寻找到 有一个东西在欣赏这里 未成 寻找到你的那个我 寻找到我在哪 就是寻找到你的佛性 你要想生命有意 必须成佛 没有其他肉壳子 否则生命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